最近的确有很多的产业 有上市上过的新兵 所以今天冠军要特别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最近有一档新兵非常吸睛 我想的确没有错 当然这档股票这个名字非常神奇 其实我们很少看到这个 在挂牌公司里面用英文的 以前有一家什么ABC 这个就不知道在做什么的 但这一家用英文叫M31 事实上它是一家台湾的公司 而且它还有中文名字 叫做原新科技 不过那个圆 这个圆比较打不出来 就这个字 哪一个圆 很奇怪的圆 就是日圆的那个圆 我们看到日本字 打不出来 所以它最后挂牌的一个 这个名字叫做M31 那我有个问题 证交所原本我们在上市上柜的规定当中 是可以用英文跟数字来当古名的吗 可以啊 不然它怎么挂牌了呢 对不对 原先就有规定 其实以前规定比较严格 可是现在是松很多 所以我说在此之前 有一家什么ABC 它就挂牌了 对ABC好像是做生计的公司 所以你看到 当然这家公司 其实不但名字很神秘 甚至包括它做的东西 更让你 这应该说 最近大概比较熟一点了 不然本来你真的是 搞不清楚手续 它做的其实是什么 它在做 它在做是做细制裁 而且它的公司的老板 这几天我们看媒体应该都有写到了 它公司老板叫林孝平董事长 这位仁兄他就是台湾第一代的细制裁公司 叫做智原的前总经理 他在智原服务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他是六七年前才出来 真的开始真正去创业 所以这一家是他自己创业的 而不是他只是挂名的 对 这家算他自己创业的一家公司 而且他也提到说 他本身要做一个比较精致型的 小型的IC设计 而且能够服务其他IC设计的公司 所以他所做的东西都是最上有的 我们刚刚提到细制裁 对不对 那目前为止呢 事实上他跟多家 很多家的一个金元代工厂来合作 包括像是台积电 三星等等的 那当然呢 其实他是少数的 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很多人都担心美中贸易战 包括昨天我们看到这望红的法说会 这个卢志远总经理他讲说 这个上半年比较不好 那下半年要看美中贸易战 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这几乎所有的公司 现在千篇一律的说法 反正卖的不好 东西卖不好就怪给美中贸易战 怪给习近平跟川普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只有这家公司他跟你说 不是哦 投资朋友 他说美中贸易战的结果 中国未来要自主开发5G AI跟车电 他反而看好 他反而是看好的 因为他说他以前中国的市场 他并没有占到很大 但是等到这个真的贸易战 打得如火如荼 如果说这个一直僵持下去的话 很多的一些 因为说这种细制裁 以前都跟谁买 多半而言 全世界最大的细制裁公司叫做高通 多半都跟高通买 那万一今天川普 我忽然下一个令 说你高通 对 你不能再卖技术给这一个 卖细制裁东西 给这个中国的公司 那怎么办 他只能找台湾的公司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看到第三页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公司里面 我想这家公司是M31 它10%到15% 是这个在做IP 就是所谓做细制裁的一个服务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所谓的细制裁是什么 它用在哪一些地方 对于一般的股民来说 如果说以这个M31来讲的话 它多半也是用在说 比如说我在台积电 有什么样的一个专利 然后你如果你要东西 放到台积电去生产 你透过我这个专利去生产的话 对不起你这家公司 类似说你这家公司 你就要付给我权利金 类似这个样子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付给你权利金 我不能自己去 除非你自己要有这个专利 当然我们这样讲好了 大型的IC设计公司 可能类似像瑞誉 类似像普瑞 他们可能有一些专利 对 可是你不要想太多 其实普瑞很多专利 也是跟人家买的啦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说我们要发展这些专利的话 可能要花好几亿元 可能10亿 20亿 我讲的是美元 可能要花这么多 最少最少都花1 2亿美元 所以你这些钱 如果不要花 我可能可以付个几千万 可能是台币 或者几千万的一个 几千万台币 或是权利金 我给这个 比如说我给M31 或给包括你看到 像创意也是做这种东西的 甚至包括力旺也做这种东西 而力旺它占比是更大 力旺有75%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IP这个东西 细致材 它是有助于小型 IT设计的毛利率 所以就是说 我本来要花这么多的钱 自己去研究 但是我现在 如果我不想花这些钱 那我只要花少少的钱 去跟他们买专利 对 买专利 透过他们去进入 这些所谓晶元的厂商 没有错 所以我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我的盈余就会变多 变多之后毛利率就会上升 没有错 事实上 而且我还没有开发失败的一个 拆敞失败的一个问题 风险 所以你看到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M31 其实它应该说打对台的 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像利旺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利旺这部分 其实利旺我们发现到 它的状况就是 当然大家会说 M31赚比较多 利旺赚比较少 当然这是估计的一个数字 这个股本又是 M31比较小 然后利旺又比较多一点 可是其实也不全然能这么讲 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M31 其实目前为止 IP才占10%到15% 可是利旺占了75%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利旺很多大客户 我告诉你都听过的 你看到发现到 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所做的是什么 坎入式的一个非非 你看很难念 非非发现 发现记忆 非发现 但是非非发现 然后细制裁 然后这部分 其实去年成长虚缓 可是今年不一样 我们来看下一页好了 今年的状况是什么 它的一个权利金 它开始要跟两家大公司 收权利金 你看高通在卖IP的人 他竟然要付钱给利旺 另外叫什么 博通也要付钱给利旺 那高通这东西 它是一个新的平台 它搭配了 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手机的一个晶片 叫什么角龙855那一类的 它搭配它的一个电源管理IC 它必须要跟利旺付权利金 那博通新一代的无线充电控制IC 也需要去跟利旺付权利金 甚至包括你看到这是大品牌 对不对 台湾或包括中国大陆的品牌里面 它一大堆 你看到 我们刚刚提到普瑞分身已经很厉害了 普瑞 瑞玉 还有包括入场的海思 事实上他们也采用利旺锡制裁的什么 所谓的28奈米制程 你只要要使用28奈米制程的一个东西 而且需要透过利旺锡制裁 你就不需要付钱给它 那你看到这一部分 事实上老实说 你说利旺比较好还是说这个M3C比较好 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股价 M3C今天是掉下来了 利旺应该说周五的时候 利旺的股价是有点往上走 所以类似这种情况 当然我是认为说 挂牌之后 事实上形成这些 不管是IC设计 或者是包括整个IP的锡制裁 这整个产业 事实上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良性的一个比价效应 它最近挂牌之后 这个股价也非常的飘悍 再加上它的股名很特别 是用英文跟数字来组合的 所以也吸引了大家市场上 对于这档个股最近的这个青睐度 那还有哪一些产业 有一些焦点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